大家好,我是互购矿载 最近身体不太好 还有一点冷绵绵的 这是北京回来的一批货 最近 最近也拼好了一批东西 上午最近收了一批比较偏门的东西 有一批小名钱 我碰到的,我还是选择把它收了 这批小名钱还都不错的 这是盒子 很多的东西 这个定的量 一批 打C打8的 这一批 打的有点稀碎啊 有很多分数都很差 大观折石 打了个812分 这个万利 我觉得是起伏坑的 他就给我一个75分 我都没看懂 万利给我75分 这一个起伏坑的万利 怎么就75分呢 我看那个背啊 锅啊 各方面啊都挺牛逼的 那人家给个75分 没看懂啊 给大家听一下声 给这个万利给我个75分 声音也非常的清脆 但这个币他给个75 我是没看明白啊 起伏坑的万利 起伏坑的万利 他居然给我75分 没看懂 嗯 自考也非常好 起伏坑的话 他的腐蚀相对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对 他没有就是75分 是没看懂的 这个给了个80分 这个平价也蛮好的 80分 也是挺郁闷的 这个给了个80啊 这个其实状态很好的 带着底光的一个币 给了我一个80分啊 这个币也是相当的可能 这些币我都是要亏好多的啊 因为有的分数都没打出来 大家看看这一枚啊 这一枚的话是一个大关 这大关他也蛮好的啊 结果就给了个82分 重量也不错 18克的大关 非常高 18克的一个大关 状态也蛮好的 就给了个72分啊 这个挺郁闷的 嗯 最近这个平分很多东西还是有点 有胖的 75分就更惨 这给个80分吧 我还能接受 75分实在是很难比 啊 还有一枚这个笔啊 给了我个72分 这个我也很难理解 我觉得这个币也没啥毛病 开放盒 是吧 这东西给个72分有点太过了啊 这东西72分有点太过了 对 这个72分 声音也挺好 有点翘 我是知道的 但是72分有点过了啊 最近我感觉华夏真的有点神奇啊 对 这给个72分是有点过了 到时候弄过去 不带盒子拍吧 他呢 是吧 也是一个笑吧 也是很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最近买的一批明前 都还是不错的 这批分数还可以 这是一个域明被一分 状态也不错的 这样的状态就80分 把这个85的这些鬼天气啊 你可以看每个克重都是5.5克以上 啊 5.0克以上 然后厚度都是过二的啊 很多应该是二点几的厚度啊 都是这种蹬子的 小蹬子的这个天气 鬼天气 正好最近可能有一个人出一批货吧 然后我看到我就把它都买了啊 这里还有两个 嗯 这里还有两个 有些鬼天气啊 一个给了一个82 又给了个85啊 也是不错 鬼天气 对 我最近收的 就是一些鬼天气 这个品种正好碰到有人出货 价格不贵 就买一点 这都是一个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 这是一个嘉庆28点几的一个嘉庆 这个打盒子打了一个80分啊 状态其实蛮好的 四口干干净净 没有穿口 没有裂 什么都没有 这给个80分 分数太低了啊 厚度1.97克的 我买的都是很厚重的啊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乾隆大样 我是没看懂 他就给我一个80分啊 这状态也是非常好的啊 7点几克啊 大家看啊 四口状态都非常漂亮 这个背面也很干净啊 这个80分很细碎啊 然后最后还有两个比 这还有几个啊 这个是咸峰当午 这个还行 这个打了个80分 这个还可以 这个是个咸峰当午的大样啊 这是咸峰当午的大样 30加的大样啊 状态也很不错 这个他给了个80分啊 黑美能 哎呀 这分数是真的稀碎啊 然后这个三轨给了个 这个12升销给了个什么分啊 这个又给了个78分啊 这个三轨也是个黑美能 状态挺好的 就给了个78分 这个永仓也给了个78分啊 这状态都蛮好的 大家听一下声音啊 肯定是没毛病的 因为我买的时候 我看的很仔细的 听一下 声音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钱是五代十国的啊 那就是这种状态 对 就这种 你看这个字口也挺干净的 给个78分啊 就很难受 分数打的就很稀碎啊 对 这个层体打的还行 对 嗯 马马虎虎吧 啊 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 这个就是12升销给个78分 我是看不懂的啊 啊 这个字口状态 没有一点清理 没有一点磨损 背面似的 没有清理 没有磨损 这种状态80分 我觉得是全背面打的 是吧 这都是很稀碎的啊 好多的78分 啊 很忧伤 对啊 很忧伤的78分啊 行吧 今天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看到这 都是一分的 给大家放一起吧 这72分 72 72分 75分 78分 就给它保抢 对 这几个都是 这个也是78分 这些其实 我觉得都平常挺好的 就是给个78分 像这个 这个状态也很好啊 这个字口状态 包括背面状态 还有这个字 这个都只有八十分啊 所以华夏这个分析真的挺严的 行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